兄弟们今天我要带20个兵人来推评这个14本 这是一个蜻蜓镇 我们还是先地震开墙 这种镇一般我们是用滚木车从后面打 现在直接雪人一字滑 动就完事了 这个大部队现在开始往两边走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滚木车要爆了 让援军去爆本吧 给一个框爆 然后让这个雪人去爆本 刚才那一把只是做一个实验 现在我又要用20个雪人来推评这个14本 觉得这回能三的扣1 不能三的扣眼珠的 我这回把援军换成了两个雪怪 先地震开墙 然后我们雪人也不要扎堆的下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下 这样省着一下被打爆一堆雪人 他一起放冰冻就浪费了 然后现在直接狂暴铺路漂亮 这把呢他没走偏 那只要没走偏 三星问题就不大 我们还剩这么一大堆雪人 这个直接动就完事了 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打出这次一定 好我是坦磊 如果你喜欢玩部落 不妨点赞关注 我每天都会更新部落整合视频 下期打什么也可以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